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我们修个烧水壶 这个自动烧水壶啊 它这个一般的 在我们正常使用的时候 是给它通上电 然后按一下这个按钮 当按这个按钮的时候啊 它才会往外排水 往外出水 而它现在这个问题啊 就是有问题了 它就是当我们给它通上电的时候 它就直接往外抽水 它这个水泵啊 就开始直接工作了 在check之前 我初步怀疑 是上面的三级管 有击穿短路引起的 后来我把它拆开以后 发现上面这个板子是非常简单 发现啊 是这个触电按键 短路引起的 这种情况第一次遇到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先用弯表来测量一下 这个烧水壶 它这个电机抽水按键 它是有两个的 面板上一个 然后这个在这个出水口 侧面这儿还有一个 就在这个位置 然后它们两个是并联在一起的按键 我们先测量一下 看是吧 现在是短路的状态 它们两个是并联一起的 我们首先要排除一下 看是哪个按键短路的 我们先把这个按键给它断开 我们先给它断开一条线 然后区分一下 再测量一下 看还短了不短路 现在不短路了 是吧 它问题就是 下面这个触电按键短路引起的 第一次遇到按键短路的情况 大部分按键有问题啊 它都是按键失灵 这种情况比较少见 今天就是给大家分享一下 我的维修经验 好了 感谢大家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